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 五帝本记载 地专须羔羊者 北至于幽灵 南至于胶直 西至于流沙 东至于盘木 动静之物 小大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敌数 专须地拥有的疆域有多大呢 最北到幽灵 最南到胶直 最西到流沙 最东到盘木 会动的 不会动的 大大小小之神 只要是日月所照的地方 莫非王土 最北方的幽灵 是什么地方呢 《山海经 海内经》中 提到北极有一座叫幽都的山 北海之内 有山 名曰幽都之山 黑水出烟 幽灵是不是幽都呢 传说 专须曾到幽灵祭祀 到了帝瑶时代 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都役 称为幽都 帝瑶还曾派和书来管理幽都 后来 贡公又被派驻到这里 北四三经云 纯于五逢之山 北望基浩之山 其风如标 西望幽都之山 幽都被视为最北端的基浩之山附近 一些史书上认为 幽灵 幽都 幽州 都是指今天的秘云地区 是否准确 白姐也不确定 最南方的礁职又是什么地方呢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灭南越国 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 设立礁职 九珍 日南三郡 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 礁职郡位于今越南河内 后来 汉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次时布什 将包括礁职在内的七个郡 分为礁职刺势部 后世称为九州 最西方的流沙是什么地方呢 先秦古籍中经常用流沙这个词 多数情况流沙都泛指沙漠 词源说 沙常因风而流动转移 故称流沙 最东方的攀木又是什么地方呢 海外经约 东海中有山烟 名曰杜索 上有大桃树 曲盘三千里 盘木是在东方杜索山上 在东海有座叫杜索的山 山上有大桃树 其枝叶能够覆盖三千里的范围 从上述文字看 杜索山 漫山遍野都是桃树 有学者认为 盘木在东海上的杜索山 民间又称桃都山 也有人认为 盘木在今天的日本群岛 中华民国文史地图集理 唐瑶江域图中 标注了盘木在琉球群岛 专虚生于弱水之野 少昊死后 贡公士与专虚争夺地位 专虚打败贡公 成为天下贡主 据说 她在位78年 活到98岁逝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荧幕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